美国总统拜登24日登上联合国大会 是最后一次以美国总统身份发表演说 他也再度重申坚定维护台改和平立场 拜登在告别演说中强调 美国强化印太联盟与网络是维持自由开放安全与和平的基石 并非针对任何国家 而近期国际相继反对中国扭曲联大2758号决议 YouTuber斯坦也访问到美国华裔学者余茂春来还原真相 2758号的决议实际上它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位置 至于说台湾是由谁来代表 2758号决议没有说 一个字都没有提 他只提到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的代表 那么蒋介石集团不定就是台湾 所以说这个已经是历史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么一种假设 那么究竟谁代表台湾呢 然后台湾说我们自己要代表自己 所以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是这个就是 还是应该讨论一下谁代表台湾那么一个问题 而不仅仅是这个台湾是不是属于中国的 因为这个谁代表台湾 当时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个呢国际社会应该是这个 要与现实的眼光 来承认台湾这种事实独立主权的地位 中国打压台湾惹议也与周边国家冲突不断 余茂春分析这都是源自于中共的侵略野心 他跟日本跟越南跟印度跟菲律宾 他都用领土方面的冲突 所以说这个不仅是中共和台湾人民之间的问题 是中国和周边主权国家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呢中国是一个比较侵略诚信的国家 主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认为他自己这个 战无不胜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甚至连自己的所谓的主权伸张啊 他说什么他就能够得到什么 我觉得台湾人民跟美国的民运在很多方面也是非常关联的 而且不仅这样日本政府也说 韩国政府也说 印度政府也说 连北约的这个所有的成员国都说台海之间的和平 也就是说中共对这个台湾的侵略的这种主张 是完全有不于他们自己国家和他们这个组织的宗旨的 所以说我觉得中共不是跟美国为敌 也不是跟台湾人民为敌 他而是跟全世界为敌 记者黄欣雅 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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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